随着第八期正片上线 真人秀哈哈哈哈哈哈第二季正式进入后半段 自从陆寒回归后 节目水准瞬间赶超第一季 总苦到极致的荒岛逃生 暴笑的西安之旅 再到意义十足的幕后工作者大团建 五哈二热度低开高走 口碑完美逆袭 相比邓超 陈鹤以及陆寒三位老成员还是原来的味道 新加入的彭律唱对节目的加成很多 表现可谓相当的亮眼 常演到高处不胜寒 彭御畅作为新成员 录制五哈不仅没有调整期 而且还往往能获胜 轻松拿捏节目风头更胜老成员 对于彭御畅出色的表现 部分观众觉得他胜负欲强 爱抢风头 也有观众觉得这是他有综艺感的表现 在此番讨论后 彭御畅在最新一期节目中又引起了新的争议 作为全场唯一一个按照规则玩游戏嘉宾 他却被罚输掉比赛 影得超多观众为其鸣不平 众所周知 彭御畅作为老狐狸黄磊的徒弟 不仅演技尚可 其综艺感以及性格都是非常好 脑子也转得很快 但与黄磊不同的是 彭御畅不会在获胜后过度调侃其他嘉宾 而是将礼貌谦逊刻在骨子里 比如在西安站乃一期 彭御畅获胜后主动将自己的胜利果实与其他分享 值得注意的是 原本按照规则 仅有彭御畅艺人可以下车吃泡馍的 但他却优先考虑了陈伟霆不吃羊肉 又提前为其他人准备了餐具 很明显 彭御畅打一开始就计划着与邓超 陈赫等人一起分享 完全没有想着吃毒食 将善良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令观众愤愤不平的是 就在后面一个游戏中 邓超 陈赫等人全员吃到肉夹馍 却没人愿意分给彭御畅一点 唯一遵守规则的彭御畅读书 引得观众极其不满 而在第八期节目中 相似的情况再一次发生 彭御畅全程按照规则形式 却在即将获胜时被陈赫判了输 引起了极大争议 通过节目可以看到 最新一期节目的主题 与冬奥会有关 邓超 陈赫当天玩的游戏叫123 木头人 随着邓超 陆寒 王勉等人 因为无视规则被一一罚下 最后仅剩下 郭金飞和彭御畅两人一决胜负 彭御畅距离终点更近 基本稳赢 但就在彭御畅想要抢下 陈赫手中的饮品 结束游戏时 陈赫却开启了整骨模式 不停调整饮品的位置 给郭金飞放水 最终硬生生将属于彭御畅的胜利 颁给了郭金飞 看到这里 超多观众直接炸锅 纷纷为彭御畅鸣不平 调侃全员欺负老师人 就因为彭彭老师 所以不配赢贝 确实 观众气氛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毕竟纵观整局游戏 彭御畅是唯一一个全程遵守游戏规则的 如此努力都没赢 不免让人心疼 而武哈之所以接二连三出现这种情况 与导演不作为有很大的关系 显然 从表面上看 导演经常设置各种规则坑害嘉宾 但实际上是否遵守规则 还得看嘉宾的心情 就拿这次彭御畅输掉比赛来说 在陈鹤疑似违反规则时 导演并没有出来制止 所以才导致彭御畅被罚输 所以导演形同虚设 才是引起本次争议的导火索 警号武哈二号